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存储费就高了 是不是这样 你要分次采购呢 有可能采购费增多了 但是每次采购时可能越来越到最后呢 可能价格上涨了 所以这是个矛盾 所以这个公司经过大量的树立统计 它得出个结论 什么呢 得出个什么 选择采购费和存储费支合最低的方案 这经过树立统计得出来了 记住啊 这公司怎么来的 经过树立统计得出来的 这个公司是什么概念呢 你看 采购费和存储支合 要找到最低的方案 怎么最低 经过统计出来的 每次的采购量除以二 再乘以采购单价 再乘以什么呢 年仓供存储率的费率得出第一项值 再加上什么呢 总采购量除以什么呢 每次采购量 再乘以什么 每次采购费 这两项加在一起 就是经过树立统计出来的 采购费和存储支合的最低的方案 把这公司记住 怎么计算 第一项指的是什么 大家看到每次采购量 再加上呢 乘以种常供存储费的出现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 采购费的价格 而且加在一起 OK 这种计算 记住公司计算 把这单价 把这个各个公式代表什么意思 记住他 那么接着 第二项 最优采购批量计算 他把这公式求导数 求高等数学的求导数 得出一个最优采购批量的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大家看一下 Q10是最有采购量 在根号下取两倍的 干嘛呢 SC除以PA 都得出来了 又是个计算 把这两个计算公式要清楚了 接着我们再看呢 第三项 材料进场的验收与保管 这块讲的侧重是保管 前方讲的进场验收 检验都有了 这块保管就要检查什么呢 你们注意看呢 要进行材料凭证 数量规格外观的验收 然后呢 凭证验收包括发货明细 材质证明合格证等等的 然后检查时大家注意 选进行5%的过磅检查 小件材料是5%的 按5%抽检 这要求的 很简单 了解一下 那么记住 经验收合格的材料 按照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一次就位 做好材料标志 麻烦高度技术 不超过1.5%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里最重要的方法是 材料管理中的ABC分类法 这个原理我讲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共同用了很多材料 那么哪些材料是重点的管理 叫A类管理的 哪些是次重点管理 叫B类管理 哪些一般管理的C类管理 他就告诉大家 材料 价格高 而占的整个材料的 比重又少 对整个材料价格 影响比较大的 这是重点管理 你看这个表格 你看什么叫A类的 你看啊 材料的品种数量 在整个品种数量 只占多少 5%到10% 但是它的资金额 占整个资金总额 大概多少 70到75区间 这就是A类管理 以此类推 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这个工程中 顶强际的装修 每个材料 数量都有了 价格也有了 那么总价都算出来了 但是我问大家 如果我这个墙面 做一个logo 我夸张一点 这个logo用什么做 夸张说 三成六米 24个白金底盘 相钻处理 整个工程造价 本来装修费用才花十万 就这logo的价格多少呢 我说一千万 整个工程造价 一千零十万 你说谁重点管理的 就是它 品种数量少 但是资金额占的多 我这夸张说法 就告诉大家 记住 材料有很多 像砖瓦灰砂石 数量多 单价低 所以它是次 C列管理的 而一些 数量占的品种少的 你就记住规律 只占了品种数量的 百分之五到十的 但是它的整个资金额 占到整个总资金额 在七十到七十五区间的 这就是A列管理 把这个计算掌握住 让你做出判断 ABC的 所以这个计算很简单 ABC法案计算部首 一步一步的计算 这是强调的 这个计算有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呢 A列材料 占用的资金比重大 是重点管理的材料 要按品种计算 经济库存量 安全库存 要严格盘点 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而对B类材料 和大类控制器库存 而对C类材料 可采用简化的方法管理 这是看到的 这是重点 了解一下 这个方法就告诉你 哪些材料需要重点管理 在库存处要保证 你不能保证太多的库存量 还要保证安全 这是强调的 好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机械设备管理 那么机械设备管理中 大家记住 你就重点掌握一下 前面讲的什么 各种管理都不是重点 你就重点看一下 就是机械设备选择 有几个计算公式 你了解一下 你看第一个 施工机械需量的计算 这个计算是根据工程量 计划期内的台班数量 机械生产率和利用率计算 这个公式 很简单 你记住 这些字母都会告诉你 数字都告诉你 你就简单的一个什么 P是计划期内工作量 是分子 后面全是分母 把它计算 掌握 那么第二种方法 单位工程量成本比较乏 它这里有个概念 就是我们机械设备使用时 成本费用包括两个 一个是可变费用 一个固定费用 两大类 什么叫可变费用 也是操作费 你说这个机械操作 是不是随着时间变化 费用要增加呢 比如操作的工人 司机 驾驶员 加班延长 是不是要给费用 这可变的 时间长了 是不是燃油耗费多呀 燃油动力费 还有一些小修理费 直接费用等等 这个属于可变费用 而固定费用是什么呢 折旧费 大修费 机械管理费 投资应付利息等等 这两种费用 你就清楚了 然后这里面就看到了 单位工程量成本的计算工程 就是这样的 C是什么 单位工程量成本 括弧里面的2 一定期间的固定费用 F是什么 单位时间的可变费用 它跟时间有关系的 X就是时间 你使用的时间越长 这个费用越高 这是分子项 而分母是什么 单位作业的时间产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用的时间长 X 它的产量就高 二则比值 就是什么 成本的计算工程 所以说 延长时间 可以进度提高 但是它成本中控制中 分子有这一项 时间函数 而分母也有这个时间函数 这就是得出了一个成本 计算工程 找到最佳的 好 接着第三个 折算费用法 就等值成本法 这什么意思 就告诉大家 当这个施工项目的 施工周期长的时候 那么某些机械设备 需要长期使用 那么你就要考虑了 我到底够不够住 这个机械设备 是租 还是够 这边就强调一个什么呢 这是我们经济中算到的 你要考虑什么呢 机械的原值 年使用费 残值和下列 和付利 用折断费用法计算 这个机械工程就这样 在这里计算时 记住 在预计的机械使用期间 按月或年贪入成本的折断费用 选择缴地缴购买 这是我看到的公式 这个 就告诉大家 机械不是非要买 你看一下是租 还是买 就这概念 我们一般中文心里都是买 买买 但你要考虑 按照这种折断费用法 要选择 缴地者购买 好了 这有关的几个计算公式 选一个考你 占的分不多 两分 或一分 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EA426-022 就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管理 这里面就强调的这些管理的制度 什么制度呢 你们看一下 能考大家的 我就直接拿到第二条 就是项目机械设备的使用管理制度 强调的三定的制度 哪三定 定人 定机 定岗位责任制度 第二个 交接班制度 当采用多班制作时说呢 多人操作同一台机器时 一定要执行交接班制度 上一班的操作人员 在他下班时要告诉他 我这个机器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哪些故障 或者问题 叫交接制度 非常重要 交接制度 签字 强调 出现故障的话 你交接是要跟修理员提出来 他要进行修理 这是交接制度 第三个 安全交接制度 你要是项目机械管理人员 要对机械操作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 书面交接 并有机械操作人员的签字 第四个 基础培训制度 这个制度要做到什么 你注意看啊 要使操作人员做到四董三会 而使维救人员做到三董四会 你要看一下是什么 然后第五项 检查制度 在机械使用前和使用中的检查内容 包括什么 五条 第六项 就是操作症制度 持症上纲 这些就是我们机械使用的一些规定 然后接着第三项 机械设备进场验收的管理 各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是要具有技术文件 包括什么 这几项内容 这我就不念了 你记住就了解一下 不需要再背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原来机械设备 这些制度都是什么 你作为项目就要清楚了 然后第四项 土方机械选择 这里面能考大家是什么呢 我根据工具的现状 土方开挖时呢 根据基础的形式 工程规模开挖深度 正确合理的选择机械设备 强调的 就这一点 你看 他就告诉你了 开挖深度不大的大面积机械开挖时 用推阻机或装载机推阻 也看到的 然后大家看到 对长度和宽度脚大的大面积土方 一次开挖的可用产运机产阻 对面积不大 但脚深的基础都采用0.5厘米或1厘米的抖容量的液压正产挖掘机 所以这块的什么样的挖方 什么样的面积 什么样的深度 用不同的机械 这块是能出题考你的 接着我们看第五项 垂直运输机械与设备的不选择 这样能考你什么 我告诉大家 塔式起重机 考什么 你们往下看 看这表格 我们简称塔吊 它的类型有多少呢 第一个重点 看分类中 第一项 有固定式 轨道式 富墙式 内爬式 这是目前我们用的最多的四种形式 这里寄什么 这几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建筑 你们看啊 固定式 就固定就位有基础 还有轨道式 这两种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靠塔吊本身的基础 还靠轨道来运行的 它一般适合多层 它不适合高层 而富墙式 它适合高层 塔吊随着建筑高度不断的升高 一般隔三到五层 用钢性连接线跟结构连接 塔吊成的核彩 是靠跟结构连接的每层连接 把核彩传递给结构 那么这种连接 你要特别注意的 富墙式是 结构施工时 假如确定准备 三层要加连强件 那么就要下玉门线连接 而且这个结构 要事先考虑到 我这富墙式的塔吊的核彩 也就是说 高层建筑中 一定要把 社区员要把 富墙式塔吊的所有的核彩 传递给结构 要考虑这个核彩 而固定式和轨道式 是考虑本身的地基 承受塔吊的核彩 区别 而内爬式是适合超高层 内爬式什么概念 它把塔吊放在 结构的中间部分 依附于结构的主体 建筑升多二层 再进行转换 再往上升 再固定 你建筑多高 最后塔吊是最高的 我们现在超高层几部 都采用内爬式 所以你就明白了吧 富墙式 内爬式 都要要求考虑什么 结构的设计过程中 要考虑 这几部塔吊的总重量 把这核彩 加在结构中去 非常重要的环节 记住 为什么要实行总包呢 就是道理 你看 目前我国内 很多的超高层建筑 我就问过 我就说 你的超高层建筑 采用什么塔吊 内爬式 选几部 我更需要选了五部 那么你就要把五部 塔吊的核载 全部加到结构中去 是这样吗 我问你 你将来怎么拆 你看 连环的反应 他们实用方法 就是什么样的 当结构封顶 随着运输量不多的时候 保留一部 拆四部 我这一部怎么拆 所以这一部呢 我们再换个小的塔吊 把这个大的拆掉 那么小塔吊怎么拆 把构架拆完之后呢 通过电梯运下去 如果电梯运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举一个考虑方案 用直升飞给掉下去 你看 这都是措施费 所以大家看到了 第一条 固定方式类别 是一个重点 能考你的 强调一下 别的都不用记了 把这一条 接着再看 第二下 施工电梯 这个电梯的驱动方式 由 齿着驱动 和绳着驱动 你们记住 齿着驱动电梯 记住 适合于 二层以上的建设工程使用 而绳着驱动的适合什么 二层以下的建设工程使用 这是一个考点 接着再看物料提升架 也要物料提升机 这里面强调一下 提升采用的卷扬方式 卷扬机设在架体外 安全设备一般只有防帽顶 防坐充的提升保险装置 记住 只允许运料 不得运人 然后下面就是第四天 第三条 十层以下时采用卵风固定 像钢丝绳一样 超过十层的 一定要采用 副墙方式固定 是刚性连接的 三个物料提升机 塔吊 电梯选一个考虑 然后 这是我们强调内容 下面我们再看呢 往下走 我们介绍一下 EA426-030 劳动力的管理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三腰劳务用工的管理 你把第一条记一下 就是劳务用工企业 依法要以工人签订 劳动合同 记住啊 劳务企业和工人签计劳动合同 而劳务企业跟总包公司签的合同是劳务合同 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这里考虑什么 你就记住 劳动合同中一定要明确 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工资标准 支付方式 支付时间 合同终止条件 受盲责任 你记住 在座各位 你别以为是针对是劳务工人 在座的每一位 你跟公司定的都是劳动合同 你要清楚 要保护自己 那么 这里面强调一下呢 就是 劳务企业应该按每月对劳务作业工人 工资进行核算 这强调 不得拖欠 我们家对这个拖欠 劳务工的公司 触发的非常严 那么接着 大家注意看呢 强调一下啊 第二条 劳务用工企业 必须建立健全的培训制度 你光发工资 不需要建立培训制度 然后总毛企业 或专业承贸单位 支付劳务企业分毛款式呢 强调重点 什么 应责成专人 现场监督劳务企业 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劳务工本人 这是一个重要程序 考试怎么考你 你看啊 总毛企业 雇了什么 劳务分毛公司 在发放劳务款时呢 劳务工资人员 到总毛公司的财务办公室 领取了劳务分毛款 你就知道 错 错在哪了 就是这句话 在发放劳务分毛款时 要责成专人 现场监督劳务企业 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劳务工本人 这是程序 把它记住 接着大家看一下 劳务作业的分包管理 劳务作业能分包什么 大家看一下 它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多了 你看 木工 气柱 抹灰 实质 油漆 钢筋 混凝土 脚手架 模板 汉奸 随短剑 板筋 不是板筋 价限等都 都属于可以劳务分包的 然后呢 这里面强调一下呢 就是 劳务作业分包管理流程 注册登记 强调的 备案 我们的重点是在第三条 劳务工人 实名制管理 你们记住啊 针对总包单位 项目经理部和作业分配单位 必须按规定设施什么 劳务管理机构和劳务管理员 简称劳务员 而劳务员是持证上岗 就这点 那么接着 强调一下 第二条 作业分包单位的劳务员 在进场施工前 按照实名管理要求 要将进场施工员的 大家看这些 报总包商 被案 这是个好点 记住 总包方的劳务员 干嘛呢 根据分包单位 提供的劳务员的信息 逐一核对 不具备一项条件 不得使用 不得进入现场 一个是 劳务分包的 劳务员的 值得是什么 一个总包单位 劳务员值得是什么 接着劳务员做好 劳务管理工作内的 资料的收集 整理规短 实名制管理 这条非常重要 我告诉大家 就这条 能出去考大家 好 接着我们再看呢 劳动力的配置 这个更简单 你就记住一个 什么 他解释什么 什么 岁数大的工人 女士等等 这都不用记了 我告诉大家一个 非常危险的形象 就是现在我们建筑业 在工地上 包括建筑技术工人 包括劳工人 年轻的很少 基本都是岁数大的 中年以上的 五十以上 这是个段子 所以我们现在 建筑业来讲的话 基础工人的年轻化 劳作业的工人的年轻化 当务之急 岁数一大 在工地上 仍然难以出危险 为什么少呢 就是我们建筑业 怎么样呢 年轻人都认为苦 不愿意去 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国家 一再鼓励 建筑技术工人提高 特别给建筑技术工人 定了什么 八级工 而且可以干嘛 八级工相当于什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做出一系列的变化 相当于这个 这是发展方向 而我们这里 能考大家就是什么呢 就劳动力的需求计划 这工事很简单 劳动力投入总工时 等于什么 就告诉你 那么接着 第二个计算 确定劳动力的投入量 就是这工事 你就记住这两个工事 好了 到此为止 劳务问题介绍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呢 EA427000 项目工程 验收管理 按道理来讲 这块的内容 应该放在什么 质量控制之后去讲 现在我们放到最后 就完成了所有的质量 安全 进度等等 全完成之后 他把这块 这节放到这了 项目的工程验收管理 我们看一下 首先一个 我们看 EA427000 大的标题是 建筑工程验收管理 而这个管理中 我们看001 工程资料与 档案管理 你记住 我们现在国家 非常注重 各种工程的 档案管理 所以档案管理 这块要出题考你的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一个 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第二项内容 第一项 你可以不记 第二项 工程资料的分类 这个分类 你记住 第一项 构成工程资料 分为五类 拿五类 工程准备 这段文件 监理资料 施工资料 进攻图 和工程进攻文件 五类 那我们再详细划分 请用一个非常重要的 工程准备 这段文件 分为六类 拿六类 你记一下 接着 施工资料 又分为这些 你记住 最重要就是施工资料 因为五类中 最重要就是施工资料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验收时 包括存档时 包括平优时 就看你准备的施工资料 最原始的文件 判定你是否合格 判定是否达到优秀 所以这是个重点 你看 管理资料 技术资料 进动于造价资料 物资资料 施工记录 实验记录 检测报告 验收记录 进行验收 八类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实际管理基录 是不是一样 也是八条 这就是重点 最后 就是工程进行文件 分为进行验收文件 进行结算文件 进行文档 教导文件 还有进行组件文件 四类 在这块要出题考你呢 我想这 出题概率比较高的 就是第三个 那么接着看一下 要组卷呢 什么叫组件 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哪些工程项目 要单独组件 组件要求 这块是一个考点 就哪些需要单独组件 总结 所以大家 看这个描述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记住 它这块描述的 主要的主题是什么 记住主题去看 所以这块主题就是 哪些项目需要单独组件 带着这个主题去看 去复习 然后接着 第四项 工程资料的移交与规档 带着主题是什么 谁向谁移交 你看到了吧 工程资料移交 使用单位向建议单位移交 使用总包的 各专业方包向总包单位移交 那么监理向建议单位移交 而建议单位向 档案管移交 这就是这就是他的主题 要清楚 然后接着就工程资料的 规档保存区 多少年 看到 我这里说一下 我们国家对资料 档案管理 跟世界来讲 水平差的很多 我举个例子 我好像说去过上海 现在上海是疫情防患 是最严重的地区 上海的黄埔江 以西 有很多的过去的 外国的建 现在都变成各银行大厦 大楼了 这些建筑存在都百年了 这些建这个建筑的事务所 到现在还存在 他每年 定期的向上海有关部门发函 他就说了 该大楼是本事务所 哪年哪年建造的 到现在已经存在多少年了 有可能会存在哪些隐患 本事务所愿意提供 给大陆的所有的档案资料图纸 供 贵国政府在检修时提供依据 你们能做到吗 能够提供这个大陆的 所有的档案资料图纸 能做到吗 这是问题 看到了吧 资料管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作为项目经理 一定记住 你做这个项目来讲的话 你这个资料源 一定要转到一个认真的 培养他 让他收集这个空中所有的资料 他就知道了 哪些程序需要验收 需要准备资料 经过这样的培养 他已经能当项目经理了 这是强调的资料 所以我们考试中 一定考这块内容 好 这是有关的 就是我们强调的资料 下面我们介绍呢 就在验收中 他的验收 我们前面说过了 质量验收分为四个单元 单位工程 分布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我们前面说过吧 所有验收的合格 就强调检验批 检验批包括材料进场的 复验和检验 然后操作一致的检验和验 所以检验批合格了 它构成的分项就是合格的 而分项合格了 构成的分布就是合格的 而分布合格 构成的单位工程就是合格的 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了验收 他谈什么 从分布开始谈 你们看一下 DG基础这个工程 它是个分布工程 它包括什么内容 其实你不用记 我告诉大家 政不灵以下的都属于DG基础 你就清楚了 你看包括什么 DG基础 基根支户 地压水控制 土方 边坡 防水 这些子分布 都属于DG基础 这个分布 表个人都不用看了 就这些 一句话 证明以下的都属于 清楚了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要想验收 这个DG基础 要具备什么条件 好记 你要完成这个工程实体 对吧 那你要提供完成这个工程实体的所有的移密工程验收记录 各种检验 强调的啊 特别是你完成这每一处要报纸检站备案 而大家记住 强调一下 钢筋骨精的基础是要做实体检测 都要做到 这是我们讲的完成工程实体 所以一句话 要想验收具备的条件 我要完成这个工程实体 接着大家再看一下呢 我完成这个工程实体时 记住一个 干嘛呢 我要提供完成这个工程实体的所有的资料 刚刚我说过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第三项 什么呢 DG基础的分部验收 由谁组织 谁参加 一句话告诉你 分部工程验收 是由总监理 或者是建设方的负责人 组织 五方参加的 而五方 我们就重点强调一下 身方的项目经理和项目基础 都得参加 这种强调的 所以这个不用背 一下就知道 验收人员组成 这是我们强调的 那么验收的程序 这是重点 只要是分部验收 是你记住第一条 要自检 所以大家看一下呢 整个验收程序是什么 大家看这句话 施工企业自评 然后设计认可 监理核定 业主验收 政府监督 什么意思 我告诉大家 当你自检核核实行验收的时候 记住 要提前通知 工程所在地的 指检站 它代表什么 政府监督的 它不参加验收 它是监督你整个验收 是我符合国家规定的程序 这是我们讲到的验收的程序 所以说 大家注意一下呢 先自检 然后报 所以大家记住 在DC机工程验收前 使用单位将部分的控制资料 等等要报给什么 监理和机构审查 我们强调一下 审查完毕之后呢 总监理工程签出意见 并于验收前 三个公司通知 指检站 这就是程序 不能丢的 而验收方是什么 五方 勘察方 设计方 施工方 监理方 建设方 那么大家看一下呢 作为总监的工程师 收到上报的验收报告之后 及时组织参见方 对第一次工程进行验收 验收完毕干嘛 签署意见 希望则人签字 加给单位工程 这是强调 所以这块内容 我们总结一下 分部工程验收 地级基础来讲 是总监理和建设方 服务组织 五方参加 体现三个公司 同时指检站 五方都是负责人 对于师公方来讲 是项目经理 和项目基础 基础分认都得参加 让我们再看一下 地级基础 工程验收 要停交的资料 是什么 看一下 这个工作 你记住 应该有什么 你的项目基础 负责人 要提供这些资料 看到了 这些 这是第一基础验收 那么验收的结论是什么 由 验收小组长 组织验收会议 按照国家法律 规章制度和图纸 来进行验收 签署意见 这么强调的 那么注意啊 参见责任方签署的 第一基础工程指南验收记录 应该在签字盖上后的三个功能日 由项目监管员报送 支援单存档 这里又有一条 第五条 当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 应当协商提出解决办法 待意见一致之后 重新组织工程验收 强调一下 如果这个地级基础验收 不合格 或未经验收时 责任方擅自进行 上路施工的 那么应签罚局部停工 通知书责任正安 看到了吧 我告诉大家 这个第七基础验收 你记住 每个程序 以笔工程的程序 都要提供 验收的检查的报告 都要提供 你哪个不提供 就会出问题 我举个例子 某第七基础工程 我话是一样 图纸中明确规定了 大家看 这混净土的电层 而图纸规定了 要说电层要达到多少 C20 好 这个标准很高了 C20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有好多地方 强调什么呢 在做防水 上面结构 很多有震动 所以要强度要够 好 这是强调的 你要提供实块了 好 接着再看呢 在防水中 我简单化实意 保护墙 做防水 然后防水做完之后 你注意 他这个保护层 又要求达到强度 又达到C20 结果施工方 在施工时呢 就忽略了 他的保护层说 差不多了 就做吧 没有提供实块 结果在验收时 直简单发现 就提出来 你这块的保护层 强度 突如要求达到C20 你靠什么 来确定达到C20 说出来 有实块吗 施工方就 黄了 都没实块 凭经验判断 那么 直简单说 停止验收 请你提供这块的实验数据 为什么要提供 因为将来的震动 整个结构的震动 有可能破坏 这个防水层 所以他要求 这个保护层要保证强度 才能施工 你怎么能够验证 这个防水层没有被破坏 你看问题来了 你看这就是程序的失控 项目就问我怎么办 我没办法 既然直简单说了 停止验收 你要解决 怎么解决 我告诉你 你别请个示范 没用的 我给他提建议 你现在干嘛呢 出于方案 把地下室蓄水 多长时间 检查 不是24小时了 地下室蓄水 要发生渗水的 这个方案报给监理 然后呢 设计 蓄水观察 检查没有渗水的情况下 然后再开始施工 这个工期就拖长了 这个延程的工期 谁负责 一定项目不 造成损失的 你看到了吧 程序施工带来多大的问题 你记住 只要占有一票否决权 注意这一点 这是强调的 好了 这是地基基础分布验收 我们再看一下呢 主机结构工程质量验收 这件事大家注意一下呢 包括什么 什么叫主机结构 这些内容 它列个表格 只要构成是 这个材料构成结构的 就叫做结构 有混凝土结构 气体结构 钢结构 钢关混凝结构 膝钢混凝结构 铝合金结构 木结构 都是构成结构的 它一般指的 正平以上到结构封顶 这件事也一样的 首先要完成工程实体 的具备条件 要提供完成工程实体的所有材料 我们强调第三条 要提供 钢丁混凝结构的实体检测 这是一个重要的程序 我们前面说过了 结构的实体检测是什么 混凝土的强度 钢筋的宝部的厚度 还有结构位置偏差的检测 而这个程序是什么 由监管单位组织 事项单位实施 监管要监证 由事项单位基础服务的人 组织该部门进行检测 检测要由相应的 有资的检测机构完成 这就是实体检测 必须要有 这是一个重要的程序 如果你不提供实体检测 是不能参加验收的 就这点 验收方法采用什么 因为同胶线尸块 检测它的记录 再有什么 采用回弹取信法 所以我们强调了 每层结构 一定要做同胶线尸块 和彪真仰的尸块 太重要了 你要丢掉这个尸块 那么就要请有资检测机构检测 用回弹法取信法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验收的组织 记住啊 还是总监理会建设方 否则组织 这时候少了一方 没有勘察方 是四方 项目经理和项目聚民 都得参加了 这一条 那么验收的结论 跟前面一样 所以后面全一样了 只有一点不一样 是什么 主体结构的验收 没有勘察方 剩下全一样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接着我们再看呢 防水工程只要验收 这个分布很简单 也是所有总监理组织的 那么验收 大家看到的内容 你要提供文件记录方案 特别是注意 防水地价工程防水验收 你记住 要提供什么 什么 底板防水完成之后的验收 监理的签字 然后前面底板防水之后的 二次验收的签字 这两个程序是不能丢的 注意这一点 其他就简单了 内容 是防水的 然后 如果是防水混凝土的 要提供什么 适配报告 适配高是什么 适配抗认等于 比原设计高 0.2M怕 然后 防水混凝土 进入各种材料 水泥 沙子 然后呢 胶精材料等等 这种强调的验收 要提供资料 接着看第二项 防水工程的质量验收 一样 验收文件记录 各种防水材料 出场检验报告 合格证 然后施工 特别强调一下 什么 防水做完之后的 蓄水实验 这个报告一定要提供 这就是重点 那么使用防水 到底是一样的 什么 两次的蓄水实验 分别是24小时 要提供这个检测报告 墙面是淋水实验 这是强调 剩下游文件资料 都是相同的 然后引秘工程 包括什么 就这些 记住 管道 穿过楼板 是要做套管 套管和楼板之间的缝隙 要用防水混凝土密封 去强调 接着我们再看 就是装修工程质量验收 记住 装修装修是一个大的分布 这个分布分为什么呢 大家看12个子分布 都验收什么 这12所没有分成 各种分项工程 这个表格就告诉你们 你了解一下 他也强调了什么呢 有分项工程 有减批的工程 这里一个重点 我告诉大家 就这个表格 装修装修这个分布 涉及安全和功能检测的 都检测什么 你们看一下 门窗工程 检查三性 风压 气密 水密 试面板工程 检查后置埋键的拉拔力 而试面砖工程 检查试面砖的粘切强度 而木墙工程 检查三项 归从结构胶的相容性和玻璃实验 后置埋键的拉拔实验 还有木墙的四性检测 风压 气密 水密 内变形 这块是个重要的考点 对比的计 钢筋混入结构工程 所做的实际检测 是混凝土的强度 钢筋的保温厚度 和位置的偏差 而装修装修 就检查这四大项 这又是考点 记住它 那么接着 这个研修很简单了 分布工程研修 也是总监力组织的 强调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现在看单位工程 这种研修 就对一个装装修 只有装装修 它就构成一个子单位 就这个大楼 土建造完了 就真的就是装装修 那么就是 它可以做一个子单位研修 这些 就是一样的 解研批 分向分布子单位 研修 这是我们看到的 装装修的 好了 这几个分布完成之后 我们书上就主要介绍了一个 单位工程研修 这些研修大家记住有三个程序 第一个 干嘛 要事工方自建合格 这是第一个程序 那么第二个程序是什么呢 由总监力组织和专业级建筑公司 进行预研修 发现问题 则定事工方改正 这是第二个程序 第三个 整改完毕之后 再由事工方 记住 正式向建筑大学提出 单位工程研修 这是第三个程序 而这个研修 记住 不是总监力了 是由谁 建设单位的 负责人 来组织研修 这说五方都得参加 对于事工方来讲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都得参加 是单位工程研修 主意 合格条件 很简单 我们强调一个 在单位工程研修时 记住 你们看一下 前面两条不用多说 第三条 所含分布工程的 有关安全 节能 环境保护 主要使用功能的 检验资料 一定要完整 这种强调 那么第三条 单位工程研修 不合格处理是怎么办 就告诉你 前面我说过 这内容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工程研修 介绍完了 这里我们做小节 我们这里介绍 主要是分布工程 以上的验收 我这就告诉大家 有一个分布验收 是时间环境验收的 我这里没有讲 为什么 在后面的规范中 就谈到了 时间环境验收 总结一下 验收是分为四个单元 四个部分 最小的单位是检验批 一切合格都是检验批 是最重要的 然后上面构成 就分项工程 再往上就分布工程 再往上单位工程 你们记住 总结一下 检验批和分项工程 是监力工程组织 专业工厂 这两人参加就够了 项目经理和项目经理 不用参加了 但是你要签字盖章 而到了分布工程 以上验收 是由总监力组织 这个时候项目经理 和项目技术 都得参加 而到了单位工程 是由建设单位的 服务人组织 五方都得参加 这就是程序 第二条总结是 所有的验收 记住 从分布以上验收 第一 就要自检合格 自检合格 然后再申请验收 注意这一点 再有第二个 涉及安全的分布工程 记住 钢筋毁动部分 要提供实际检测 装装修要提供 刚才我们讲的四项 而室内就要提供 五大类污染物的检测 这种强调 这些就是验收 要注意的点 在这出题考虑 把这个验收 都经常放在哪 放在质量管理的题中 去考虑 要记住的 以上内容 就是我们强调的 大家回去消化一下 好了 到此为止 大家看到了 我们第二大部分 管理部分介绍完了 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管理考的是什么 就你要懂技术才知道 我怎么进行规定 怎么进行管理 你设想一下 你要不懂技术 你怎么制定规章制度 怎么去管理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不是要当技术负责的人 但是我们在看出要懂技术 了解这些技术 你才知道怎么去管理 当一个合格的项目经理 我访不想到这一点 所以在座各位 考试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考试通过 而最终目标是当合格的项目经理 学会控制 所以最后一句话 我告诉大家 学会过程和程序的控制 我们刚讲的好多问题就知道 只要你程序失控了 将来你没法验收通过 就是你的责任 而一些数据技术数不要紧 就得全是小分 这我们反复强调 大家回去消化一下